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6月16日 已經是星期五了 今天跟大家說說 由中共主席習近平倡建的亞投行 全名叫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 他的加拿大籍環球公關主管 北加博 不是北加索 北加博 星期三突然宣布辭職 並即日離開北京 去了東京 北加博就說 亞投行 是被中共派人操控 嚴如蘇聯KGB特工 以及納稅的蓋世太保 形容機構上下充斥著有害的文化 直言 留在亞投行是不符合加拿大利益 加拿大財長方惠蘭 隨即宣布凍結 跟亞投行的關係 以及 啟動這個調查 暗示 很大機會會退出亞投行 首先說說 北加博星期三在他個人Twitter 公佈辭職的消息 他表示 亞投行被 共產黨人控制 充斥著極為有害的文化 情況 無法想像 他親眼目睹中共 安插人員佔據亞投行的關鍵職位 猶如蘇聯KGB特工 納稅黨的蓋世太保 他說作為一個愛國的加拿大人 辭職是唯一選擇 又認為 加拿大以成員國身份留在亞投行 是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他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表示 星期三早上 已經登上飛機由北京 前往東京 坦然 很擔心人身安全會被拘留 由於 離開太匆忙了 連銀包也留在中國 加拿大的財政部長方惠蘭 同日表示 現在會凍結 跟亞投行的關係 以調查有關亞投行被中共支配的指控 強調不會排除任何的處理方案 暗示加拿大 有可能會退出亞投行 方惠蘭為勒 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 正是致力修補本身的戰略弱點 以應對專制政權 尤其是要清楚知道 專制政權會利用 他們的影響力 當然 加入亞投行大約一年的北加博 星期一向 亞投行提出辭職 華爾街日報 指他離任 以及指控 會對亞投行的國際貸款機構形象造成打擊 同時 反映國際開發融資已經成為中國與西方關係緊張的另一個領域 錢 是最重要的 中共 一直以來 就是靠著他 好像很強大 很快速 很優質的經濟發展 以及經濟增長 是吸引全世界的投資 而藉此 是借全世界的資金 也藉此一筆資金發展他的國家 發展他的特務 發展他的國防 去鎮壓他的人民 亞投行發聲明 已經接納了這個北加博的請辭 又說他對亞投行的評論 毫無根據 令人失望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表示 所謂亞投行被中共操控的說法純屬謊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四表示 亞投行職員 來自65個國家和經濟體 他的僱主口碑得到普遍肯定 又說中方作為亞投行最大股東 將繼續跟 各方共同支持亞投行 辦好亞投行 為亞洲及全球基礎建設 以及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這個亞投行 其實 是2015年在北京成立的 是由習近平昌議 其實早在2013年10月2日 當時 習近平 跟時任的印尼總統蘇西諾舉行會談的時候 第一次籌議 就說不如我們 搞當亞投行吧 跟 跟 世界開發銀行等等 相同抗例 中共總理李克強 同意出訪東南亞 向東南亞國家提出這個建議 2014年 中共 印度 新加坡等21國在北京正式簽署 籌見亞投行備忘錄 2015年6月29日 亞投行在北京成立 全名 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協定 這個 開業儀式在北京舉行 亞投行總部當然在北京 法定的資本是1000億美金 亞投行 主要就是要 跟幾個 國際性銀行競爭 主要就是世界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 這些銀行主要都是為了全世界 復興 減貧等等 但是亞投行很明顯 是中共外來 加強他一帶一路 以及 找人笨實 借助世界的資金 來幫中國建立他的政治影響力 當然 正如今次北加博所說的亞投行裏面 充斥著中共特務 不過他說得 好像納粹的蓋世太保 好像蘇聯的KGB 這方面 真的 十分之可怕 中共 基本上在2000年加入世貿之後 他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不斷累積 而且 有華爾街幫他 狼狽為奸 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也吸納了很多 世界 不同的地方 例如歐洲 例如美國的資本 去投資中國 使得中國 經濟實力更加強大 而隨著經濟實力的膨脹 中共 實施了 他的經濟侵略 以及經濟脅迫 很多國家 連同中國有一點不可禮 然後他就說要經濟制裁 澳洲提出說要徹查 武漢肺炎的起源 病毒起源 結果遭到制裁 澳洲的龍蝦 到了上海海關 就在海上 擺了一個月 甚麼都死了 生的就是 熟的 不熟的 不半生熟的 一樣被中國 被燭死 當然中國很多時候害人中害己 制裁澳洲的煤炭 結果使得中國煤炭數量大幅減少 煤價上升 使得很多地方因為以煤發電 不願意發電 因為發電成本貴要洩 所以就不願意發電 搞到 東北很多地區 在冬天的時候就沒有暖氣供應 甚至乎 是不願意提供電力給工廠 這些東西真真正正叫搬起石頭 就閘自己的腳 我們看到 中共從來都是政治行屍 甚麼也好 當你說起上來就說他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叫你不要政治化 但是他任何東西都把他政治化 人家要求徹查病毒起源 原來病毒起源在你裏 你就即時制裁澳洲 很明顯 病毒起源就在你那裏 如果病毒起源是你所說的 外面俄稱的 病毒起源 就是武漢的軍人運動會 由美國的軍人帶來傳染你中國的 那麼他在哪裏爆發的 比如在美國 如果人家澳洲撤查 是你所說的 很簡單 病毒起源就查美國了 不是啊 原來是在你那裏 所以 大家都知道 甚麼是賊 喊足賊 中國 就是一班賊 而現在中國有9600萬的一個賊黨控制 綁架了13億人民 然後 向全世界侵略 用他們的經濟實力 去侵略全世界 去買通 不同國家的政要 例如英國 保守黨 工黨 他們也在 不斷地在買這裏的政要 我們也很明顯看到 現在的首相 新偉城 或蘇納克 都是中共重點的收購對象 甚至乎可能已經買了 可能全都入了 美國的 不同的政黨也是被他們收買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總之 五個國家 五眼聯盟 英語國家 全部都是中國重點的滲透對象 他們大量的議員被中國買了 這些真的 看得太多了 太多這些黑材料爆出來了 當然不僅 還有歐洲其他國家 例如德國 法國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全世界開始醒覺 開始知道中共那種狼子野心 對於亞投行 絕對是一個政治機構來的 表面上就好像 是要做生意 要搞扶貧 他們的目標 其實是對準 這個 世界銀行 和亞洲開發銀行 中共從來都是在搞這件事 例如香港有學聯 他就成立了一個共產黨控制的學協 香港有教協 他就成立了一個共產黨控制的教聯 有協有聯 逢是你有協我就聯 你有聯我就協 所以 這個亞投行很明顯就是針對 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 而搞出來的 類似 教聯 類似學協 這樣的機構 加拿大如果退出也是好事 希望全世界其他國家都陸續退出這個特務組織 因為 你等於幫中共背書 幾年前 世界好像沒有了中國 不行 中國好像很兇 這個制裁 那個人又說 不高興 希望 現在的亞投行的參與國 陸陸續續退出 因為你們 不要再跟中共 站台了 這些當事是有得的自生自滅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